大家好他是爸爸 我是小鬼 一個老公一個爸爸 我的愛車 My job 關於裝備的優化還有騎乘的體驗 我記得在三個月前有拍過影片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這三個月來有哪一些不一樣 我們一樣從 車頭 開始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大燈的置物架跟寶桿 是之前 上一次就安裝了 所以 已經有很明顯使用痕跡 那這個彈立繩我相信是非常好用的 這個應該也是 大家應該都具備在車上 那 原廠大燈不夠亮 真的是 不行 它的角度可以微調 但是它的幅度不大 所以霧燈就是一定要裝 不管 你要去哪 我覺得要裝 那 前塗 塗的提升 高度 我也有裝 有個墊高的墊高墊片在這個地方 這是原廠胎 等到原廠胎 差不多該換的時候 我就會換 就是 俗稱的那種 巧克力胎 好 車子非常髒 我都沒有洗 OK 好 再來呢 側邊看一下 我把貼紙撕掉了 等到清潔過後 應該還是會自己設計車貼 然後去做一個簡單的彩繪動作 那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一個小老弟 很會包模 幫我包黑色的 我們那個時候想說 要把它全車採成黑色 看出去好像工程浩大 所以就 慢慢來 車頭的部分呢 應該沒有做太大的更洞 中間的這個 很敢把手 我覺得 一定要裝 因為它 延伸出來的功能很多 像我就是 放一個小包在這邊 那小包裡面 我就會放防蚊液 然後 還有什麼 牙線 牙線 好 杯架 簡單的這種大賣場的掛鉤 手機 支架 還有這種可調式的後照鏡 這個很好用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那後期呢 我就裝了一個這個 U字型 M字型的這個 也是算是支架手把 那我女兒現在都會扶這個 她覺得她扶這個比較好 因為她 雙腳是踩 踩在那個引擎包桿上面 踩在這一階 或者是這一階 那手扶在這個 手把上 她就不會 手比較不會痠 比較低 那當然這外面 要再延伸出其他的外掛功能 也是可以的 看個人的需求 目前前面的話 還是 改變了 幅度是沒有太大 好 也是有自己去 DIY 把這一支原本是 銀色的管子 把它噴黑了 那其實也陸陸續續在看一些 可能有品牌的 的管子 但我覺得 對我來說好像誘因不大 所以就遲遲也沒有 往那個方向去做考 那這個也是在 跟一個好朋友 添購的一個 耍帥用的吧 我覺得 其實沒有太大功用 它就是只是把它 變成是黑色 但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那房間好像有蠻 好像也是有其他 優化的一些 改色的套件 但是我就 暫時也沒有去考慮到 那未來是 有想說 把這個 這個是什麼 腳踏的部分 把它加快 讓跟鞋底的接觸面積變大 然後再踩踏的時候 可以更踏實一點 好像這個 煞車的這一支 也是有 所以說它的面積會有出更大的 那上面的尺分 也會比較深 那相對的就是跟鞋底的接觸面積變大 你在做踩踏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 比較紮實 下面的這個保護片 引擎的這個墊片 這一片是原廠的 我看數據說 這一片大概厚度只有0.5 70.8 但是已經有出到 3.4 3.5 甚至4公分的 就是這個厚度 是不是要換一下 還在想 現階段是 我覺得不用 因為3.4 3.5 甚至4公分 相信它的重量就會比較重 OK 好 再往後走 我看一下 後面的輪胎也會換 也是等原廠的磨損到差不多 再去做更換 然後再來是避震器 我看坊間避震器 已經有車友把它降低喔 可是我確實想要把它拉高一點 對啊 畢竟我比較會跑外面 拉高我覺得可能會比較 提升我的機動性 後置物箱不便 弄一個小盒子 好用 超好用的 這台多少錢 250塊不到 超好用的 大賣場就有 好 油箱 我這個是 五升的油箱 這個也算是 CP值對來說很高的 一開始我覺得 本身車子就很省油了 有需要油箱嗎 但是有一次去五屆回來 我就嚇到 發現還是要油箱 掛了五升 我現在出門 油加滿 順便去加 我都加 再加個四升 在油桶內 出去超心安的 OK 好 這個 帥氣墊片 左右是一組的 濾鏡器 烹濾器 這個也有人把它換掉 但我覺得這樣子其實蠻好看 很好看 鏈條的商戶蓋 也有人換 但我覺得 應該只是帥氣加分嗎 所以就不考慮了 鏈條目前是原廠的鏈條 傳統的鐵鏈 可能這條差不多了 也會把它換成 人家所謂的 油封 畢竟 油封鏈改成 油封鏈 畢竟 它原車的設定 鏈子是在外面 樓空的 所以它的損耗 就會比較快 不然就是你要很輕的去做一些保養 不然風吹日曬雨淋 其實它就是 對 會增加 就會 鏈條的壽命會 比較 怎麼講 比較短 像我這樣騎起 幾乎 基本上就會發現它的雜音就會比較大 然後你騎起來也不會 就不心安了 就覺得是不是車子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車鏈很會就鬆掉了 這個我調過了 之前更鬆 鬆到這個地方 都已經快要打到這個排水管了 那如果鏈條保養不當 或者說它壽命遞減 就會影響到齒盤 畢竟 它在旋轉的時候 它就是跟齒盤要 必須要非常的 密合 那齒盤也有人去做調整 不管是後面的還是前面的 不管是你要增加扭力還是尾數的 都有人去做 OK 一樣我把側身的這個 英文字母的這個貼紙撕掉 等到我自己設計好 我覺得帥氣的圖 所以我再把它貼上去 OK 這個好用 一開始我也覺得超不起眼的 對 夾大的 墊片 真的 我倒過一兩次車我就嚇到 夾大的 好用 只要功能符合 你的需求 它就是好東西 對我來講是這樣 所以就 跟品牌就沒有太大直接的關係 OK 跟剛才煞車 煞車感一樣 這支應該後期應該會有人出 還是說已經有 我不知道 就是讓 接觸鞋底的這個部位啊 能夠更扎實 好 坊間有賣那個 已經有出了 就是那個什麼 穩定器是不是 進退檔的穩定器 好像是裝在 裡面的 讓你進退檔的時候 它的那個 密合度啊 提高 所以你就會 進跟退的時候都很扎實 明明確確 回饋到你的腳裡 傳到你身上 就是那麼扎實 有這種東西 但目前我沒有遇到 遲緩啊 遲疑啊 還是說讓我害怕的地方 所以我就 也先不考慮 OK 這一顆 近期換的 黑蛋蛋 它原本是白鐵的 但是 黑色孔 所以我就把它噴黑了 塑膠墊片是因為要上環 所以如果這個 紅色墊片 如果噴黑的話 實必也遇到 掉漆的狀況 所以我就 只好讓它 維持紅色 那這根 這根 氣管會延伸到 這個空力的部分 那它下面就設計了一個 黑鐵蛋 黑鐵蛋 什麼功能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也是看人家 分享 爬穩 頗受好評 所以我就也 弄了一顆蛋來裝 欸 果不其然有差啊 我不太能夠 用專業的術語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說 它到底要幹嘛 可是 裝起來 起起來的感覺就是 你在 怠速的時候 那個聲音 好像就比較渾厚 再來就是說 起步的時候 比較 有力 但是這有力 不是說馬上 提升暴力輸出 不是 而是很順暢 起步的時候很順暢 然後 上坡的時候 或者是在二檔三檔 你二檔 吹到底還沒有進三檔 或者是三檔 吹到底還沒有進四檔的時候 那個聲音啊 或者說它整個 氣體 在車子裡面 囤積的 就是比較 紮實 好難形容 那種感覺 不過騎起來是舒服的 不會三 二檔要進三檔 然後 你二還沒有進三 然後就 嘻嘻 就是要上不上 要進不進 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 鬚鬚落落的感覺 但是換這個 騎起來就沒有那種感覺 比較死 比較不會 比較紮實 目前好像 就是這樣子 OK 還有這個 這個叫做 饅頭 防撞棒 防撞墊 通常都是裝在前面 夜野車會用 但因為我女兒會坐在這邊 我坐後面 所以我的尾椎 就一直頂到 所以我就裝了一個 這個 就 舒適度就提升 大體上是這樣 果然是個坑啊 騎一騎之後 它就會反饋給你很多 很 很有型無型的訊號 所以未來還是會 稍微再去整理它 優化它 OK 謝謝大家 幫我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Peace 呦 今晚上